农村居民生活概放 中国农村面对的问题是 农民的收入追不上城市居民 由于城市的物质生活丰富 大量年轻人从农村搬到大城市生活 加上国家选择先发展沿海城市 继而发展内陆地区的策略 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步伐不一致 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近年国家在城镇发展的同时 亦着力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 农村贫困人口近年亦不断减少 农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3年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9429.6元人民币 2017年 收入已达13432.4元人民币 短短五年内增幅超过四成 2014年 农民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 一万元人民币 近五年来 农民收入逐年攀升 每年街有超过8%的升幅 对改善农民生活带来正面的帮助 农村贫困人口 农村贫困人口 农 此表的数据内容 是案2010年 标准而定 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 每人每年 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 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 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 约为1.7亿 到2017年 以减至约3千万人 农村贫困发生率 2010年农村贫困发生率 为17.2% 其后逐年下降 201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 已降至3.1% 农村贫困人口